新冠高中一賽共生 大家好 你們知道現在這個烏龜的烏龜草裡面發生什麼事嗎 好 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什麼的奇怪的東西 好 再看一下這一缸 右邊這裡 再看一下這一缸 你看這一缸的水發生什麼事 來 答案揭少 各位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剛剛撈出來的魚飼料 全部都是魚飼料 大概有上百顆 然後這裡看一下這裡 也是有上百顆 大概四五十顆有 一個魚缸裡面呢 你要怎麼樣餵魚呢 其實魚啊 他們不知道他們吃飽了沒有 所以你只要有時候他們丟下去之後 他們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可是呢 當他吃得很飽很撐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吃了 所以你剩下多餘的飼料 都會造成我們系統負擔 好 魚在公司裡面呢 最怕的就是這個 你只要飼料沒有餵完 飼料餵下去 他沒有吃完的飼料 一定要撈起來 撈起來 然後去堆肥或怎樣都可以 就是千萬不能把飼料留在裡面 然後你看 一天而已 整個水就變成濁了 昨天還是 還是亮白的喔 還是透明的 現在水就變成這樣子了 好 如果今天沒有來看 今天天氣氣溫再升高一點點 這些魚馬上就死掉了 好 就會造成阿摩尼亞破高 好 所以呢 各位 魚菜共生呢 養魚有沒有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但是 種菜有沒有簡單 也很簡單 可是呢 如果你不會操作 就會發生這樣的危機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記得 飼料不要餵太多 一次餵一定的量就好了 好 魚吃得完為主 吃不完就撈起來 好 以上就是我們魚菜共生 特別需要注意的位置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